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 我的struggle现在 我刚刚前面可能没表达清楚 我说我自己新竹七年 但是我真正替 我的未新竹的家人 只有一年 不到十个月 因为我自己以前的祷告 习惯就非常差 基本上没祷告 就是到最近两年才开始 学着在祷告 通过祷告 我也自己觉得成长了很多 然后我对他们不是灰心 我倒是觉得 我在通过祷告 我应该跟他们做一些什么 所以除了祷告是 要求神给智慧 比如说我的孙女 她五岁了 她没去教会 我就想很想在教会 找一些孩子跟她交朋友 然后把她带过去 或者说很想带我的孙女 去跟那些孩子一起去玩 出去玩 玩了以后玩熟了 但是我的儿子 他不太愿意我这样做 所以就变成 好像我在掌控他的孩子 给我一个 就是给我一个那个惧怕 我不想让他 留下一个这样印象 然后他逆反 他连他自己的距离 他都会拉远 对 是的 你这样想是很有智慧 让他跟其他教会的朋友一起 可是你也感受到 他有一点的 儿子不是愿意的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早上的题目 祷告 按着灵 神给你的 你就求神给你智慧 然后知道什么时候 放手 让神 我自己也是很没有耐心的 我也很希望用很多自己的方式 所以就在整个信心的旅程当中学习 信靠顺服 不是我的方法 也不是我的时间 可是神给你一些灵感 你就去做 然后看有些的回应 然后又怎么去调整 你这个都是你对的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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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